HELLO 大家好,我是Kell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妝容 就是平常出門戴著口罩也可以出去的妝容 然後今天這個日常妝裡面就有雷貨有新的好貨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繼續看下去喔 這個是MAC他們家的超持妝無瑕粉底液 然後它是SPF15,我的色號是拿N18 我先上半年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今天會搭配他們家的E70 我覺得這支刷子是刷了比較不會有粉痕的粉底刷 我先...我這邊比較多痘印 我先上在這個左臉上面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顆大的痘印 我就把它算在左邊好了 算它有點偏用 然後我會先點上去之後 有時候我會稍微推一下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就直接用刷子推 然後...有時候就直接用刷子推 這是薄上一層的效果 這是薄上一層的效果 有痘印的地方其實有明顯變淡 但是還是看得到 那這罐粉底液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疊差 就是你可以針對你有硬的地方 再薄薄上一層 然後...改成用點按的方式 這樣在一定的距離上面看 其實就...看不太出來了 然後這邊是沒有上粉底液 這邊是有上粉底液 它可以很明顯看到有膚色的矯正 然後...很多瑕疵已經...蓋掉了 好...我現在上圈臉 然後記得戴的時候要戴到脖子 這樣才不會有色長 刷我就是隨意刷 因為這一支刷子很軟 然後...碰到皮膚基本上是完全不會刺 因為...有一些粉底刷 我覺得除了刷會有粉痕之外 是...在上妝的時候會覺得臉很癢 然後...因為最近大家出門都戴口罩嘛 如果沒有用海綿的話可以... 用你的粉底刷 用點按的方式 這樣子...比較不容易脫妝 其實我買這個MAP的粉底的時候 有一起買一罐就是...它的...妝前乳 當然...因為我沒有戴回來 如果我沒有說要出去戴妝很長的時間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不太會用妝前乳 因為我覺得...那對皮膚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負擔 然後...接下來我用的是這一個... MKUP的眉筆 這一支呢...是我媽買的 然後...她就跟我抱怨說 這一支眉筆她覺得很不好用 然後...我們就來試用看看 她轉出來的這個頭是這種很細的 然後... 痾...筆心算很軟 也很...怎麼講...蠻顯色的嗎 很好上色啦 我覺得有點太...太顯色了 下手要很小心 好...我先畫了右邊的眉毛 可以看一下就是... 她...的筆心有一點過軟 所以... 我覺得有一點好像... 那種...用了太...油的蠟筆畫畫的感覺 她有一點點小小結塊 我用她的這個梳子梳一下 就是覺得...挺不自然的 然後... 然後我剛才就... 推了... 蠻多出來 很明顯我畫這一邊就已經... 變掉了 所以代表她用量也是很... 很瘦 怎麼辦... 我也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而且這個顏色 這個咖啡色怎麼有點像... 曬啊 滴滴像曬嗎 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 但這個有點... 不是很自然 好吧 好吧 這個就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 用這個... 老掉牙普幫你腮紅 然後我最近用的這隻刷子 真的很好用耶 這是ELF的... Blush Brush 她的腮紅刷 這次我覺得... 她軟很... 不是軟... 她的毛很軟 然後... 呃... 上色很均勻 我覺得普攻... 腮紅沒有很... 就是... 顏色比較柔和啦 所以我每次都會刷很多 現在腮紅會在比較高位置 然後甚至是眼睛的後面這裡 都會上到一點 因為... 現在戴口罩啊 戴著口罩說其實... 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 腮紅要打高一點 所以... 今天的步驟有點... 隨性 然後眼睛的部分呢 就是... 我先用白色做打亮 打底 然後用這個香檳精 再眼尾 大概一半...一半的... 然後我用這個咖啡色用比較小的刷子 刷在... 眼睛內... 折後... 二分之一... 然後回到剛才這支比較膨一點的 我用金色... 從眼頭這樣子... 暈過去 讓它顏色做一點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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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就露出眼睛嘛 我會再眼... 下這邊再加一點這個白色 最後來做一下打亮 這一個是... CLA的 CLA的... 好... 最後來介紹一下我最近... 買的新產品 這是... Birdsbee他們家的... 唇膏 然後我買的時候是... 530 Lily Lake 然後他們家就是標榜他們的口紅是無毒的 然後... 我覺得顏色也很美 很顯色喔... 我只有擦下嘴唇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會出門了 如果... 恩... 你是要出門戴著口罩出門 然後... 是要去吃飯的話 我會... 建議你用那種... 比較... 持久的... 唇膏 但是如果... 沒有要拿下口罩的話 就隨便... 一個唇膏或者是 你就不用塗唇膏了 對... 好... 就這樣啦... 大家掰掰